各位委員同仁,列席的我們法務部羅部長,請羅部長好嗎? 請羅部長 也請繳政署吳署長一起來 請署長 委員好 我先問一下部長 部長,為什麼會發生高雄監獄囚犯持槍、挾持典議長的事件 他的原因是什麼,你知道嗎? 可以分原因跟禁音 原因是什麼? 原因的話是他在制度面上的一些問題 包括有人說是假釋的條件過言,包括三證條款 或者還有是人手不足經費設備等等的一些問題 這些是一個比較制度面或法治面的一些問題 那禁音的話就是減身的工作沒有做的徹底 部長 在上個會期 我們在 您來報告說這個監獄刑刑法 還有他的施行細則要做處理的時候 為了阿扁這個事情 你發布了一下說 用特別條款 讓阿扁能夠增加人手來評鑑 然後把它放出來 要保外就醫 當時你就種下了這樣的一個原因 為什麼? 很簡單 當時我們就有收到再生受刑人服務中心的一個陳情書 他寫得非常清楚 他說 孔雀之美 在於開平 司法之貴 在於公正 你法務部 為了討好政客 而獨厚於陳水扁 保外就醫 你做了這個動作 所以他 他就是 這些受刑人 陳水扁保外就醫 受刑人就集體鬧訪 當時就已經做這樣 他要表達對政府的不滿 報告委員 這有一點誤會 事實上 陳前總統的保外就醫 他的標準 我們同時公布 所有的受刑人 那公布 我問你 我們有集中症的 重度憂鬱的 腦部萎縮的 目前在監獄裡面 有2571人 你有沒有依照 陳水扁 前總統的那個方式 你放了幾個 我們有請 有嗎 全部檢討 全部檢查 清查的結果 是 有九個人 符合式 但是家人不來保 那就是 有十六個人 他是自己聚保就醫 自己就醫 那有十九個人 是介護住院 認為是說不需要 就是這個保外就醫 那有十四個人 是移送病肩 有二十五個人 是門診 追蹤 治療 總共有八十三個人 所以這個 陳前總統 保外就醫 我們公布那個標準之後 我們確實是 把這個標準 全部適用 所有受刑人 所以我們還主動去查這些 還不是說 光是他們有來申請 我們才去做處理 你這個原因 這是一個 你們之前 之前他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結果你法務部有防範於未然嗎 沒有 好 第二個 今天的監獄會人滿為患 就是監獄不足的問題嗎 是 是只有監獄不足的問題嗎 當然有很多 你們檢察官有沒有問題 比方說 很多司法不公的案件 檢察官要濫權起訴 濫權上訴的 這樣的情形所在多有 還有 你法務部有沒有針對 他一時犯錯的受刑人 給他再生的機會 有沒有 你有考慮過這個問題 我們很努力在裡面幫忙做技能訓練 我講的 部長 我講的這是原因 這些原因 所造成的今天 這些發生高雄囚犯 劫持典議長的事件的原因 他不是你講的這麼單純的 你沒有司法 沒有公正的處理的話 就造成不平責民 因為你司法的不公 因為你造成了一些受刑的心理上的不滿 有些人是在監獄裡面 郁郁寡歡 而死 有些人說我一定要跳出來 但是他都是很悲哀的 到最後自己拿槍自盡 所以我要提到 這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發生的原因有哪些啊 這些都是原因 所造成的 有這樣的因 才會造成今天這樣的一個果 第二個我要提到的就是說 從這件事情來看 我們監獄裡面 這個原而不足 還有管理的問題嘛 對不對 你這個六名犯人能夠利用看病的機會 加持仁慈 顯示說啊 我們預防的管理人員 是原而不足的 他要兩班制三班制耶 你這樣人數怎麼會夠呢 所以也因為原而不足 造成嚴重的影響 教化的實施 變成我們現在教化的工作啊 流於刑事啦 現在以這個技能訓練來說啊 受刑人 收容人跟這個監所的職員比啊 是9比1喔 甚至有些監獄是高達14比1喔 那收容人跟介護人員在某些監所 可以高達20比1啊 最慘的是教化人力的短錯 在一般的這個監所方面啊 每位教諭師啊 他必須要負責352名收容人的教化責任 天啊 一個教諭師 負責352位耶 那真正跟這個教諭師有互動過的比例啊 可以說喔 不足二分之一啊 那另外 你的問題是什麼 介護的教化硬體老舊 你目前啊 矯正政策長期是 默示 研發 更新 採購 先進的監所硬體設備 你沒有辦法達到現代的 現代化的預政管理啊 那另外呢 你第三個 你收容人 作業金啊 過低 職訊參與者很少 第四個 監所當然不足啦 建議是人滿為患 你現在全台49個監所啊 容納 應該容納的人數是 本來這個 原額應該是五萬三千人啊 那你目前是多少啊 署長 六萬三 六萬三嘛對不對 整整超收了一萬多人耶 那本席要在所服務的新竹選區 我們新竹看守所 新竹監獄啊 超收的比例 是高居全台各監獄的第二 那第一是誰啊 就是發生事情的高雄監獄啊 他是多少 高雄二間的是超收了百分之 五十三點一耶 超收比例這麼高啊 五十三點一啊 高雄二間啊 那是二間 對 那新竹 是五十一點八 那台北看守所是三十七 台北監獄三十七 桃園也是三十七 我們面對 我以上我那個本席提出的這幾點的問題啊 法務部有沒有具體的一些改善的辦法 到底有沒有啊 有 其實我們的十年的擴增建計畫 一直在執行 已經執行了一個階段 到現在陸續會有一些機關的改善完成 會陸續再增加融合 那我要提到就是說啊 我們這個擴建計畫也好 或是軍艦移轉也好 這必須要加快腳步來進行 你像我們新竹監獄 我也陪同你 我也跟國防部談好了 那土地也給你們啊 加快腳步嘛 對不對 那國防部那個土地 它是屬於 而且是 管制 營區的管制區嘛 一般也進不去 是不是多 角正署這邊多跟地方啊 來多一些溝通 加快腳步來進行嘛 土地也有啦 因為地方的溝通 你不能說因為是這樣 這個地方有一些阻力 畢竟必須要去加強溝通啦 好不好 那其他的監獄也是一樣 那我另外就是說 那個監獄操搜的情形 操搜的狀況啊 我們針對這些操搜的狀況 外界也有曾經提出說 啊我來減刑特色 或是假釋來解決現階段 這個人滿違反的問題 但我認為說你要 真正要紓解監獄操搜的問題 正本輕人的做法 是對矯正業務的完備 那個降低再犯率跟這個犯罪率 那監獄的功能是什麼 當然是叫化啊 幫助受刑人出獄以後來融入社會 才不會因為犯下他的罪行 再度的入獄 不斷的惡性循環嘛 對不對 但是你現在呢 你只有 單單只有隔離管理 剝奪受刑人自由行的功能 所以那再犯率這麼高是什麼 就是淹毒犯率最高啊 對不對 那回容率呢 以上都是最高的 那如果我們能夠有效的 來解決淹毒犯的問題 那監獄人滿違反的狀況 我相信可以立即解決一大半 那我要請問部長 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再三跟你提到這個建議 也提醒你了 你有沒有具體改進的措施呢 是 報告委員 事實上在江院長的時候 我們法務部就已經 朝理一個反毒總動員的計畫 就這些毒品犯的一些狀況問題 怎麼樣去協助他們借飲 然後可以徹底回歸社會不在犯 我們已經提了一個很大的計畫 這個計畫 我們正在會 最後的階段是會各相關部 會包括教育部 衛福部等等 把大家意見匯整起來 定案之後就可以實施 那裡面有很多心得構想 希望能夠幫助解決問題 這個部分你應該是說 把這個毒品 販毒的 用鹽半 吸毒的 把它當作病患 我想這個觀念 一定要去做一個改變 你如果沒有做改變的話 你永遠都陷在那泥草裡面 那你為了解決這個 監索人滿違反的問題 事實上 之前 本席也有大力在推動 當時的社會 這個社會勞動益 將這些短期 短期型的人犯 就減少了 目前我們也減少了一萬五千多人 對這個人滿違反一定有幫助的 但是人犯會朝著 相對的 人犯會朝著 重刑犯 長期犯 累犯等的類型來集中 那這些受刑人的 服刑的心理 跟犯罪的心態 還有他行為的模式 都和短期的 短期型的人犯 受刑人是有差異的 所以我們在管理上 也必須要配合不同的設施 跟方法 那法務部針對這個 到底有沒有一些因應的措施 我真的看不出來 是 包括委員 事實上 從監鎖在二三十年前 我還在矯正體系工作的時候 就有所謂調查分類 就是要針對不同類別的 不同狀況的受刑人 實施不同的處遇 但這所有的一切 根本都 就是像委員剛剛講到的 人的問題 人數 值跟量 都不足的話 這些想法再好 都沒有辦法去實現 所以這一次事情 也是我們危機中的一個轉機 我們也希望藉這個機會 能夠把人的問題 能夠做一個比較重要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還是最後 我還是跟這個部長 跟這個 我們署長來建議一下 我們這次高雄建議發生 囚犯劫持典議長 而後集體自殺 這樣的遺憾的事情 我們法務部 應該引以為見 徹底的解決 遺憾長期的缺失 就像剛才我提到的這些問題 都必須要去做思考 遺憾改革 你必須朝向更人性化 教育化的方面來著手 你要善加利用假式外意間 還有社會勞動意 這些制度來紓解 堅毅人滿違反的問題 那我也在這裡期許 我們這一次的遺憾改革 不再是流於形勢的 成槍爛調 好不好 希望法務部能夠推出 讓我們民眾 能夠一心耳目的政策 好嗎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紀國棟委員